你说上什么班 上班不就是为了挣钱 我都可以收租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赚钱 我上一期就在说 我非常不懂 我父母2000年初 为什么要把上海的房子卖掉 最近看好多城市的房子烂尾 七房不能交房 贷款能不能退的内容 那我问你 现在别人一听你去北上广深买房子 肯定都是要鼓励你 再偏要搞一套 讲不定这个地方发展了 再差也是保值是吧 但是其实2000年的时候 以前上海人也有过这么一段经历 我有个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就留言 就说他爸爸当时单位分了一套两次一厅 在蛮好的地段 然后他爸说 不要了留给他们单位的困难户了 但是现在谁是困难户 还讲不定 我上一期就在说 我非常不懂 我父母2000年初 为什么要把上海的房子卖掉的 这个悲催故事 是宝山故村的那个太和星城 中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我拍视频的时候 还不确定有多少钱 可是我记忆比可能是15万 我就打电话问我妈你知道 然后可能问的时间比较短了 电话一接起来 我就问我妈 我说老妈 我刚刚能值得呀 当你陈面的网子机器你的码了吧 我妈脱口而出 把劲你把 他说什么的一个东西 把劲你 你怎么下来你 拿两块来的 他说大概零几 我刚刚没值得呀 在你第五 就那个时候 郊区的房价才1,000多 然后市区大概3,000到4,000 而且我们家还亏了点装修 但是重点来了 重点来了 就是这套房子 我们家当时是全款买的 哎 2000年初全款12.5 你想想看2000年初家里要有十几万 我们家这个小条件还是可以的 这套房子最终是以几乎原价卖掉的 所以那不就有人问了 那么这个钱后来就怎么用了呢 没有买新房 因为12.5在市区 如果按照全款算的话 是买不了什么新房的 但是只要你是贷款的话 那是肯定可以买一套不错的房子了 所以能把中国的楼赶了就知道吧 但是那个时代 但其实父母这么做也能理解 因为当时一般的普通人上海人就特别保守 就但凡存点钱啊 就是守着那种 就不懂什么叫做理财投资 还有就是像银行贷款 他们一听贷款觉得 哎呦格上罗汉你个子提 喂喂吧吃哪能备啊 过日子他们还是要求稳稳当当 平平安安嘛 我们也很羡慕温州人啊 就是贷款买商铺买住宅 一买买一排 主团买 好像贷款了就不用还钱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做生意的人 他这个格局跟眼光真的不一样 打工的人就眼睛里就指点工资 死工资知道吧 然后有花多少存多少 我发那条视频以后 然后我评论区就有几个 让我特别羡慕的网友 就他们说他们当时有一些地方 新房啊 说上海就上海啊 就新房开盘啊 拉横幅 零首付都没有人买 其实以前的上海人也是 都都花花就就就存这点钱 但凡啊 敢贷款买房子 现在都是房产证打扑克牌的朋友 你说上什么班 上班不就是为了挣钱 我都可以收租了 我为什么还要去赚钱啊 这里是哪 这里是上海 上海的房子都租不动了 这世道还敢想象吗 对不起啊 我有点激动了 因为我 我没有 我记得以前上班的时候 房东就是个在徐家会 收租的姐姐 人家几套在徐家会 那个大概是10年左右 就是还没有到交房产税的时候 就人家都敢买 说什么好像是150万 一套买了四套 贷款买的 现在嘛 这个房子们你们懂的呀 不说不说了 关他关他 对不起